朱侯同框敲錘 模擬立法院 侯友宜承諾當選會到立法院 國情諮詢報告 卻被同黨的南投副議長潘毅權看衰 發狂語 侯友宜當選一輩子吃素 黨籍沒處分 兩人幽默帶過 朱侯說法一致 但高鴻安被依貪污罪起訴 朱立倫第一時間力挺到底 傳出沒有事先溝通 讓侯伴很錯愕 兩人步調不同 侯友宜就是不提高鴻安的名字 朱立倫在發聲被認為藍白合理出氣 恐助長柯文哲選情 讓林根仁事件重演 而三立網路民調截至十五號中午 過半數 五十五趴人認為高鴻安事件 恐造成柯文哲選情負面影響 而影響賴清德僅二十趴 高鴻安遭起訴 藍白主席帶頭一起挺 最尷尬的恐怕還是 腸上先發的侯友宜 挺不挺 都很為難 三立新聞林凱俊 郭文宣 SN小組 台北報導